南宁刚刚举行了2019年苏迪曼杯赛启动仪式,吉祥舞会会闪亮登场。 今晚八点,南宁市民歌湖大舞台欢歌笑语,2019年苏迪曼杯赛启动仪式热闹开启,世界语言秘书长托马斯·伦德·中国语协秘书长王伟和广西区、南宁市的领导等与南宁千余名市民代表一起共同见证了这一庆典。 刚刚在汤姆斯杯赛上成为世界冠军的李俊慧也来到现场,引起不小的轰动。 经世界羽毛球联合会授权,广西南宁市将于2019年5月19日至26日在广西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2019年到达尔。 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。 南宁市继北京、广州、青岛、东莞之后,第五座举办苏迪曼杯赛的中国城市。 获得赛事承办权后,南宁迅速启动了赛事筹备各项工作。 启动仪式上,名言苏迪曼杯赛的赛事口号——会回——吉祥物等正式公布。 其中,赛事口号是,激情难宁。 与孟同行,惠惠名称为飞跃,以数字2019,字母N为设计元素,巧妙融入了羽毛球运动员,明快地组合出一个钢剑有力,蓬勃向上,轻松自然,极具运动韵味的造型,线条舒展奔放,蓬勃大气。 吉祥物小迪,小曼是羽毛球造型演变而成的卡通娃娃,他们身着运动服,头戴撞组纹是发孤,手持羽毛球拍,正在进行羽毛球比赛。 据悉,2019苏迪曼杯赛预计届时将有来自世界各地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,赛事官员和新闻媒体工作人员共超过1000人参与赛事活动,将有超过50万人次的观众到现场观看该赛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